不過或許大家也很想問 看在以色列準備要進攻拉法市 美軍或是美國總統拜登 心裡又是什麼樣的滋味呢 我們先來關心現在拉法市的最新狀況 我們說整個加薩地區大概是有200多人 但是現在至少有一半以上 通通都窩在拉法市 這也是為什麼整個國際社會上非常擔心說 若今天以色列持續進攻拉法地區 不論是空襲也好 或是地面站也好 絕對會造成非常大的人道危機 但是整個進攻拉法市的進程 似乎已經見在閒上 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正在進行當中 之前我們都看的是不斷的空襲 但是現在已經擴大成為地面站 包括你看到了這個地方 所有的戰車集結就是以色列的部隊 他們的裝甲車就在以色列的南部口岸 進行部署 這個地方非常特別 他是救援物資進入到加薩走梁的主要通道 而且在拉法市 像是在加薩地區跟埃及當中非常重要的拉法關口 現在也在附近看到了以色列軍隊的蹤跡 而現在以色列在加薩東部也持續的針對性的打擊 已經攻擊了好幾百個目標 還有30名的八國武裝人士陣亡 而現在持續的進行攻擊當中 當中非常標誌性的人物 像是哈馬斯的海軍指揮官 就因此死亡 是在加薩的北部地區被戰機轟炸致死 大家我們來看到這張圖片 可以看到這就是拉法目前的最新空拍圖 這個顯示說衛星照片顯示的是 你看到很多的建築通通都被炸平了 而且以色列的軍隊的車輛 也開始逐漸的集結 往這個邊境來突擊 看得出現在只要一聲令下 就會全面的來進攻拉法式 當然一定會造成非常多的傷亡 所以不只整個國際社會非常關注 而且整個全球的大學都在進行挺拔聲浪之外 大家還是很想要知道 美國總統拜登是怎麼做的 而現在美國總統拜登也畫出了一條紅線 他說如果在今天以色列真的全面的地面戰 進軍拉法的話 他就要停止武器供應 以軍炮彈空襲拉法市中心 民眾從瓦利中抬出傷者狂奔到醫院 其中很多是小孩 以軍準備地面進攻拉法 拜登接受CNN專訪時 首度畫出美國的底線 拜登表示仍會供應以色列的鐵窮系統 但如果以軍進攻人口籌密區 絕對不會坐視不管 這次拜登首次提到停工武器 專家表示是重大表態 因為拜登很可能試過了各種說服方式 都沒有用 拜登明確畫出底線 而納坦雅胡的立場卻陷入矛盾 以色列立場矛盾導致談判停滯 在拜登明確表態後 納坦雅胡恐怕又要陷入常考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就是要來關心的是加薩走廊的局勢 尤其我們特別要來關注的是拉法 當然大家為什麼特別關注 就是真的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 現在都聚集在拉法當中 如果有更多更猛烈的軍事行動 這個後果不堪設想 事實上在過去幾天 他們已經連夜空襲拉法 至少炸了10棟建築 但是納坦雅胡是怎麼說 他說其實我們所謂的人道危機 人道疏散都有做啊 我已經空透了傳單 然後發了疏散令 包含手機簡訊就是希望 說他們可以逃到安全地方 但是在整個加薩地區 現在都被以色列轟架的狀況之下 忍不住想要問的是 到底哪個地方還是安全的 就算你今天待在拉法 未必也都是一個安全地方 事實上對很多的加薩地區人民來說 真的在過去幾天平平的非常開心 但又無限的失望 為什麼 因為一度哈馬斯說 好停火 而且我們雙方來互換囚犯 互換人質 而且他們要求以色列軍隊 雖然說大家解讀說 這樣的同意停火的方式 還有這樣子一個談判的條件 等同是讓哈馬斯掌權重建 但是看在以色列的眼裡 他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事實上他們內部也進行到了 非常多的政治角力 以色列坦克直接開進加薩最南端 拉法關口 原本擠滿人車物資的通道 如今是空蕩蕩 猶如暴風雨前的擬近 拉法不時傳來爆炸聲 在過去24到36小時是炮聲隆隆 以軍宣稱至少打擊拉法50個目標 巴勒斯坦堅稱又造成平民死傷 有至少數十人在睡夢中喪命 而就在短短不到24小時前 以軍才開始空飄傳單 宣告要對拉法地區準備收網 要拉法東部約十萬難民往北撤離 加薩民眾是越砍越火大 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能去哪 看著有限的訊息 恐慌擔憂 不逃難就等死 但又怕跑了 同樣是惡夢一場 因為以色列所謂的人道庇護區 專家認為準備不足 只會讓一切更糟 加薩百萬人可能再度大逃難 無所適從 而更詭異的是 就在撤離令之前 還一度傳出哈馬斯 接受了停火協議 當下加薩人全都湧上街頭歡呼 以為苦難終於要到盡頭 還有富人激動的當場下跪 小孩笑得好開心 但外外沒有想到一切都只是空歡喜一場 以色列根本不同意 哈馬斯同意的是三階段協議 當中包含釋放33名老弱婦孺 以及生病人質 換取以色列階段式的撤兵 以及釋放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而每天的偵查活動還必須暫停10小時以上 以及開放更多人到物資進加薩 第二階段希望維持加薩平靜 而哈馬斯會釋放男性以及以軍人質 第三階段則是加薩必須花3到5年進行重建 但問題是這並非以色列提出的條件 都是哈馬斯自己加的 之前的版本本來就有埃及與卡達背書 哈馬斯自行加上條件後 單方面宣布同意把壓力丟向以色列 停火協議等於各說各話原地踏步 以色列卻已經箭在弦上 對拉法勢必一戰 這讓美國的立場非常尷尬 以色列堅持對拉法勢有限制的行動 不是大規模作戰 這恐怕只是為了避免觸犯拜登紅線的文字遊戲 而哈馬斯日前也不甘示弱發射了多枚火箭炮 攻擊加薩邊境關卡克瑞殺落 繼續向以色列嗆香 退役美軍將領認為 以軍準備收網 恐怕已經鎖定最後一波目標 想要一網打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全球都受到了地緣政治緊繃的影響 包括剛剛我們一路看起來是俄乌戰爭 還有在中東地區的衝突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帶你來關注到 全球也都特別用放大鏡來檢視的 就是台海危機了 我們就要來看到習近平 其實大家都說 在過去這麼多的戰事發生當中 他特別關注 而且特別來分析的就是俄乌戰爭 因為他其實就想要在這當中看到 如果在今天俄羅斯發動侵略的話 西方國家到底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 現在他想通了嗎 我們先來看到他最近的一些行為 就是他個人的目標 有專家分析說他以併吞台灣的 中國領導人的身份 如果可以載入史冊的話 他希望在這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其實現在在中國大陸 不論是對外受到了美國跟歐洲國家的 貿易抵制在國內的部分 經濟內需的狀況其實並沒有太好 所以到底要如何來侵略台灣 但不被西方國家用 以俄羅斯的方式來進行經濟制裁 他一定要做好準備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亞洲問題 獨立研究專家韓德森的看法 他投書了美日電訊報 他說中國大陸現在頻頻買進黃金 就是為了要侵略台灣再做準備 他強調的是戰爭儲備的重要 當中為什麼呢 他提出了四個點 第一個 他其實已經看到了西方制裁侵略者的後果 意思就是他從俄羅斯當中的境遇 來進行觀察 發現說西方會採取經濟制裁的方式 但是真的要讓他們的人 讓他們的武器進到戰場上 基本上恐怕會考慮非常多 還有呢他必須要來考量的是要捷盡全力的 保護中國到的經濟問題 當然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現在中國內政非常重要的困難 還有就是要確保石油跟天然氣的工藝 在這個方面他其實也做好準備 因為呢在俄烏戰場發生之後 其實西方國家切斷了跟俄國的這個購買天然氣 跟其他的能源一種方式 但是有其他的買家跟俄羅斯買石油跟天然氣 就是包括印度拉跟中國大陸 現在變成俄羅斯的主要買家 所以對他來說 他也要確保這個能源的供應無餘 還有買大量的黃金 代表說有大量的這個儲備 才能兵不協任的統一台灣 這是這名專家的看法 但是我們要繼續來看到 其實習近平現在最重要的 還是希望可以透過歐洲的力量 讓中美關係看看能不能爭取更多的空間 習近平出訪歐洲第一站到了法國 第二站到了塞爾維亞 第三站到了匈牙利 但是在當地抗議聲浪也是如影隨行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歐之旅的最後一站匈牙利 受到總理歐爾班和外交部長等高層官員熱情迎接 匈牙利是歐洲第一個跟大陸簽署 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國家 今年又適逢建交75週年 讓雙邊關係更為緊密 但不是所有人都樂見習近平造訪 旅歐的維吾爾和西藏民眾沿街抗議 不滿匈牙利政府只顧經濟 陌視大陸的人權黑歷史 巧合的是 習近平訪歐同一時間 大陸管制言論自由的範圍 又進一步擴張 2019年反送中運動參與者創作的歌曲 願榮光歸香港 去年六月被香港律政司 以歌詞具有煽動意圖 讓人誤會是香港國歌為由 向法院申請查禁 8號香港法院裁定 香港政府申訴 並頒布臨時禁制令 未來不得以任何方式廣播 表演發布出售或複製有關歌曲 如果違反最高可判處七年有期徒刑 下一步當然會依據法庭的半決 跟相關的網絡供應商進行溝通 請求他們或者要求他們 去依據法庭禁制令的要求 移除相關的內容 香港法院擔心產生寒蟬效應 在判決書中強調學術或新聞活動 不受禁令限制 不過此例一開 恐怕很難杜絕外界爭議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